我们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中国并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个意外偶发事件 但考验的是美方对妥善管控危机 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和能力 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对话 一边激化矛盾 升级危机 而应同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分歧 妥善处理这一意外偶发事件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冲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关于你提到的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事宜 中方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国际时间当中已经有关于民用航空器的相关国际法规范 美方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过度反应 滥用武力击落中方民用无人飞艇 美方的气球还多次为中方批准 非法飞跃中国领空 美方没有资格谈论什么建立全球共同规范 而是应当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美方的气球还多次为中方批准